嗨,大家好,我是叔叔 我今天要来分享一下就是 如何去零下的地方 然后跟雪地的一些物品的挑选 就是配件的挑选 OK,那我们就从头开始吧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就是去雪地的话 一定,不管是去雪地或去哪个地方 大家都会戴毛帽嘛 那大部分女生都会选择戴两钉以上 因为它就是可以变换造型 那毛帽的话基本上就是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选择那种 可以完全包覆住你的耳朵的 这样才会有达到它的那个毛帽的效果 不然的话其实也是没什么作用的 那有些人就会想说 那我还有需要就是多戴耳罩吗 那我觉得耳罩你也是可以戴 不过耳罩的话 我觉得它的实用性就比较没有这么高 因为像我这次去九天的北海道的行程 我并没有就是 我真的实际上只有戴过一次就是这样 就是为了变换造型而已 那因为它为什么我很少戴它 是因为它女生如果头发盖住了多 它会一直滑一直滑 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它一直没有在耳朵上面 那很麻烦 所以我最后就是都没有 都没有在戴它 那可是耳罩的话 我觉得反而比较推荐男生戴 因为男生的话 你基本上的话 可能都会抓个头发什么的 那你一抓头发 你从室外到室内 你如果戴毛帽 你发型就乱了 所以我觉得反而蛮推荐男生 就是戴耳罩 但是我还是建议就是 大家就是戴个耳罩跟帽子 因为男生的部分的话 它选择性比较少 那万一到时候真的太冷的话 就是还有一个帽子可以预寒 那再来就是围巾的部分 我觉得围巾的部分 其实大家就知道 就是要带 就是要这么买 比较大条的 这一种 超大件的 因为它就是除了可以当披肩之外 它也就是在你冷的时候 或户外下大学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就是 遮住口鼻的动作 那我觉得这个动作 它其实它真的会差蛮多的 也蛮有效 就是有点像等同于口罩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口罩它还是会比较好一点 毕竟它比较卫生 因为其实在你 你的呼出来的气息是热的 那如果说冬天下雪的时候 你那些雪就积在你的围巾上面 或积在你的比较高龄的衣服 什么的 有遮住口鼻的动线上面 你会发现它一直湿湿的 会让你觉得比较不舒服 所以说你在冬天的时候出去玩 我去比较寒冷的地方 就零下一下的地方 我都蛮建议就是 随身携带一个口罩 这样你如果零食有需要的话 你就可以用 那再来就是外套的部分 其实我不会像别人一样 就是 就是一定要我去买一个极地外套什么的 因为毕竟我们只是去北海道 可能就是 -10到-20度 因为你不太可能 -30度的时候去北海道吧 那所以说我是蛮推荐 就是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那种 就是毛泥大衣 是真的毛泥大衣 然后是那种比较保暖的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 刷毛的厚外套 你其实就是加买这个就好了 就是那个鱼绒外套 你就去加买一件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它真的保暖效果真的蛮强的 就是你可能到-10度 -10几度都还可以撑着 就是你外面一定要再加一件比较防风的外套 对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男生女生都蛮适合去买一件 然后可以加在里面的 OK那再来就是脚的部分啊 我觉得脚的部分其实保暖也很重要 因为男生选择真的蛮少的 那男生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去买那种阿公睡库 欸不是睡库就是内大库 就是呃就是 市面上是有在卖 那我觉得男生其实带一件就够 因为男生毕竟就是比较没那么怕的 除非你真的要去看极光 不然的话你一定要 你就是直接买一件那种就可以搭在里面就好了 那女生的话选择就蛮多的 像我这边就有四件 就是我有四件牛仔裤 牛仔裤就有点像外出裤 这两款就是可以外出穿的那种牛仔裤 就有外搭 外穿裤 我叫他外穿裤 OK 那其实如果说要怎么选 就是你如果是在160公分以下的女生的话 其实你就直接穿那种 一般的版型 就是普通长的 那如果是你160公分以上的话 我都蛮建议你一定要穿 加长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其实这种比较厚的裤子 你再穿起来它都会往上Q 那你的脚踝可能会露出一截 然后就会觉得很冷 或者是很好笑 那你如果 而且如果是你的脚型 不是那种骄傲咖的女生的话 那你真的一定就是要买家常型的 这样的话你的脚踝才能保证它不会露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这种 这种刷毛的裤 我不建议大家买那种全场 就包住脚趾那种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能你每天在外面走路 那你可能脚 脚可能会流汗什么 那你就是变成说你要洗的话 你整件都要洗就很麻烦 那我就会比较推荐这种 就是九分裤或者是踩脚裤 那像我这边刚好是两种 九分裤的部分的话 它就是前面就是整个肉质 然后一定就是前面一定还有 可以踩在脚底下 会比较不容易脱落 那当然我还是比较 这其中我当然是比较推荐 这种踩脚裤 踩脚裤的话它这边就做一个洞 那你的那个脚跟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可以卡住 这样的话你才不会一整天走路 然后你一天到晚再拉裤 这样变得很麻烦 好那再来就是鞋子的部分 鞋子的部分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要穿 底比较厚的 底比较厚它的那个 比较冷的时候 那个雪地啊 它的那个会有冷气往上冲 才不会觉得你脚一直都是冰冰的 然后要找那种就是刷 里面至少要刷一点毛的那种鞋子 然后如果防水的话 大部分鞋子可能都没这么防水 所以说你就是买一个防水 喷雾直接去喷它就可以了 那也不太需要就是 为了可能时度啊 负时度这种天气 你就去买一双新的 我觉得真的是不用这样这么花钱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手套的部分 手套的话其实我其实就是带三个手套去 但我真的觉得我带的有点太多 然后另外一款就是那个 骑车用的那种 很像骑车用的那种手套 就是这边 对 然后就是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手套其实 它前面肉质嘛 那你满 就是大概负 负两度三度 我觉得都还蛮够用的 因为它前面还可以包起来 然后而且就是真的蛮实用 因为你就是边走 你可以边滑手机 我觉得很方便 但你如果再来更低的话 我觉得就不行 我觉得手就太能了 然后再来就是这种 这种我觉得大概到负 负十度 负十几 负十度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 但是这种的话你就是尽量不要去墨水 因为你一墨水的话 它上面就是会湿掉 然后但是你 就是会湿掉 所以不太好 所以你要选这种 另外就是你要选这种 就是有可以弄触控的 虽然说我觉得它都不是很实用 但是有种比没有好 那基本上现在手套也都会有这种 你也不用特地挑选 很少会有没有的 好 然后再来就是这种 就是防水手套 防水手套真的非常的实用 不管是你要去滑雪 还是要干嘛 你有这个手套 你就是 嗯 你就是 可以随便的抹雪 然后堆雪 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而且你拿回来 台湾如果你有在骑机车 你还可以当成机车手套 是不是超实用的 那最后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去北海道这九天 我觉得最好就是因为 我有去买那个暖暖包 暖暖包是贴饰的 贴饰的话 其实你只要贴两个地方 你就完全都不会嫩 就是一个贴肚子 然后一个贴背 就是贴背这个地方 你就不会嫩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你没有这么怕的 你也不想买那么多东西的话 就是我觉得最推荐就是 就是 这个 羽绒外套 清羽绒 然后再来就是 手套 然后最后就是暖暖包 对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 很温暖的在 雪地啊 就是 寒冷地方度过 对旅游 好谢谢大家 拜拜